中信兄弟今晚在台中的洲际球场 正式穿上本季的全新战袍 迎战来访的一大 而新球衣果然为兄弟带来好运 金雄领袖彭正敏 九局下半在健安打带领球队5比4 逆转击败了目前的龙头一大犀牛 穿上全新的战袍 兄弟一局下半就有攻势 张志豪敲在深远的中右外野 送回垒上的佩卓 自己也拔腿狂奔跑上三垒 这是他本季第三支三垒安打 兄弟先持得点 接下来周四期也补上一支高飞牺牲打 兄弟在一局下就从羊头罗利手中 要到2比0的领先 落后的一大二局上半马上有所回应 面对中信兄弟的本土投手林玉清 林维恩安打越过二垒手的上空 送回垒上的林万位 也率领一大打破鸭蛋 来到四局上半林维恩再度建功 这一棒打穿了一二垒防线又带了一分打点 单场两分打点也让一大在比赛中段搬成2比2的平手 这场比赛一到双数局一大就有发挥 六局上半林终南一棒推向右外野 虽然遭到揭杀不过已经成功护送三壘上的林玉全回到本壘 攻下超前分 而林玉全后来在七局上半也有一支内野滚地球 带了一分打点把领先扩大为4比2 陷入落后的中信兄弟后来在七局下半闲追回一分 然后进入九局下半最后反攻 面对一大的终结者罗佳仁 兄弟在两人出局之后接连补上三支安打 上演绝地大反攻 尤其彭正敏这一棒推向右外野 让火哥张建民扑下去也接不到 率领球队5比4逆转击败目前的龙头一大 才换上了新球衣 也因此有了全新的气象 U点TV综合报导